这次选举奥夫又开始出现了吗 这还是单纯只是选务工作的疏失呢 3Q总部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说有陆续接到了不少的民众都来反应 至于投票现在只剩下4天了 但是却还没有收到投票的通知书 又或者是收到一堆不吃自己的通知书 对于这种情形 3Q总部除了呼吁中选会要说清楚讲明白 也提醒选民 即使你没有收到通知书 仍然可以到护证事务所或者上网来查 自己的投票所的地点 然后在投票当天带身份证还有印章 到自己所属的投票所来进行投票 陆续有收到蛮多民众就是说 他收到不是自己的选票通知单 或者他的选票通知单没有收到 或者他同时收到他自己的选票单 跟别人的选票通知单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他可以跟当地的区公所 或者是护证机关去申请 然后再来就是当天如果真的投票 你没有通知单的话 但你带着你的身份证户籍 你第一次在我们第二选区 你还是可以领投票还是可以投票的 他说他有八张不认识的人的投票通知单 寄到他家 然后他还拍照给我们看 那可是这不是他 反正他自己的投开票的票 就是他的那个投票单却拿不到 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 或者是像另外一个就是 有两张投票通知书 跟他的投票通知书一起寄到他家 那这是不是误发 还是有又是一个什么奥佛之类的 这是我们接到选民的反应 我们的确陆陆续续都有接到这些反应 那我也请团队 跟在电话里面回复说 先去询问当地的林理长 因为我认识的林理长 都蛮积极认真在发这些东西 但难免可能会有遗漏 那如果真的林理长你说 我有给案你怎么没拿到 那我们再来协助处理这样子 昨天高中同学那样的一个 现声的一个说法 他有说到说 其实你没有照顾他 那你要做个回应 我想新闻事件 应该说这个 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是一回事 感受好坏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件事情事实上 他的感受没有感受到 那就这样 那就尊重他的发言 对对对 那有没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立委陈伯伟 罢免投票案最后当时 我立法院副院长蔡奇诚说 如果基金党评估认为 需要蔡英文去站台 蔡英文去的几率就很大 不过真的是如此吗 罢免案居然升格常委 蓝绿对决吗 来听听今天 在大新闻大报卦中 精彩讨论 总统去到底对陈伯伟是一个加分 或者是他们会对这此时 他们不想要温度要升到 连总统去然后变成 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对垒 会不会让陈伯伟 个人反而失交 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都是 要尊重陈伯伟他们整体 他们总部的一个 我真的问你 我真的很想问是 那所以现在民进党到底是要呼吁 那国民党现在到底在这一局是 叫大家出来投罢免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出来投反对罢免 所以就是蓝绿正式对垒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 所以我们干嘛要打电话 所以就是蓝绿对决 所以我一直都说 你现在是呼吁大家是不要出来投 还是要出来投反对 出来投反对 所以今天国民党希望大家出来投支持一样 所以就是蓝绿对垒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出来 就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就是帮忙 因为陈伯伟他也他脸书也说 就是变成他人生自己的课题 他在城中城这件发生后 他也觉得说 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去那边 也许会失交 那所以他也觉得说 没关系他可以 他可以自己来面对这一关 这个就是回归到之前在讲的说 热战还是冷战 那王浩宇的那个状况是冷 然后黄节的是热 那陈伯伟是要热过头 热的比黄节还热 还是热到不如黄节 到什么程度 所以要温的是不是 对 这有点变温水煮清华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陈伯伟 我相信陈伯伟跟3Q 这个陈伯伟总部跟3Q总部 他们自己都在 是各自的这个抉择 中文字幕租筹 一样的声音